近来,YouTube这个全球最大的影音平台 开始严厉打击不法用户 特别针对那些使用广告拦截器来避开广告的人 此外,针对利用VPN跨区购买会员以节省费用的行为 YouTube也展开了新一轮的行动 目的是维护平台的公平性和合法性 广告是YouTube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也是支持内容创作者的重要手段 然而,一些用户通过安装广告拦截器来屏蔽广告 这不仅影响了YouTube的收入 也削弱了创作者的收益 为此,YouTube加大了对使用广告拦截器用户的打击力度 YouTube的技术团队不断更新算法 识别并屏蔽这些用户 进而促使他们提供广告拦截器或升级至YouTube Premium 以合法的方式享受无广告的体验 根据多家外媒报道 YouTube根据不同国家的物价水平 调整了Premium会员的订阅价格 例如,台湾的Premium家庭方案最低每月为399元新台币 而在乌克兰,这一方案只需149和0付纳 约等于120新台币 在印度和土耳其等地区 价格甚至更低 这也吸引了不少用户利用价格差异来节省订阅费用 许多国内外用户透露 他们经常使用VPN 跨区购买其他国家的会员 以享受更低廉的订阅价格 然而,最近这些用户收到了来自YouTube的官方通知 指出其注册国家地区有物 汇集已被取消 如果用户想继续享受会员服务 必须重新订阅YouTube Premium YouTube的这一举措被视为针对这类网络移民的不法用户 旨在确保所有用户根据规定正确的加入并使用YouTube Premium YouTube官方针对此事回应称 正加强对跨区订阅用户的打击 系统会严格检查用户的所在地与注册地是否一致 如果发现不一致 用户将被要求将帐单地址更新为当前居住的国家或地区 但并未详细说明具体打击的地区 这一系列的打击行动 短期内可能会引起部分用户的不满 特别是那些已经习惠于使用广告拦截器或VPN跨区购买会员的用户 然而 从长远来看 这些措施有助于维护YouTube平台的秩序 保护合法用户和内容创作者的利益 促进整个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大家对YouTube有什么看法都欢迎留言讨论 感谢收看Main News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